今天分享十八条人性背后的秘密 脆弱的人呢 可能还不适合听 如果你真的听懂了 有可能会少走十年的弯路 第一 一个牛人的出现 一定经历过你想象不到的事情与灾难 一个人不会突然变得特别牛 特别厉害 你可能想象不到他经历过什么 遭遇了什么 第二妇人研究人性草包 为情所困 妇人之所以成为妇人 就是看懂了人性 然后利用人性赚到了钱 而草包成天陷入各种情情爱爱 自欺欺人的陶醉其中 第三让你成长最快的两样东西 惨败和背叛 人越顺利 越看不清人性 越受伤越通人性 第四真正厉害的人朋友不多 他早已看透了人情世故 绝对不会跟狐朋狗友虚度光阴 他看到的朋友也一定是厉害角色 第五俗人用肉眼看世界 高手用本质看世界 普通人看山是山 看到的永远是世界的表象 然后以为这是世界的真实样子 而高手能穿透现象 看本质 第六强者注定孤独 强者通常不被理解 也不期望被理解 他们很少有知音 所以注定孤独 第七所谓成熟 就是越来越现实 活的现实 就是触摸到本质 只花时间做最重要最核心的事 第八 你有利用价值 才有人脉 价值消失 人脉就消失 这是人际关系的本质 当你发现 你对别人没有利用价值了 就失去的走开 别做无谓的纠缠 第九毁掉一个人最狠的方式 就是捧杀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赞美 和吹捧 如果你想受其中离毁灭就不远了 第十不要莫名崇拜任何人 要思考能从对方那里学到什么 得到什么 人家厉害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只操心自己的利益和成长 第十一人性本思 善恶并存 这个世界本没有所谓的好坏 善恶只是一场利益的博弈而已 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 人看起来都善良 利益越大 人性中的呃就越会显现 第十二满嘴人意道德的人 要小心提防 真正有道德的人 不会把道德整天挂在嘴边 伪君子往往会一天到晚跟你说道德 以此来蒙蔽你 达到他背后的目的 第十三男人去追事业女人 就会来追你 事业是男人真正的伴侣 有了事业的男人 身边不缺女人 第十四在前的世界里 感情一文不值 如果你谈感情 就是个笑话 可用情但不动情 第十五 除了父母身边的人 不会希望你过得比他好 除非跟他有利益关系 其他人 你过得越好 他越难受 因为你的好凸显了他的差 第十六 你越是对这个世界温柔 世界就对你越是残忍 你越是毫无底线地做个老好人 别人越不把你当回事 伤你就越重 第十七 真正的高手都活在灰色地带 高手的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不会认为 这个世界只有真善美 也不会认为 这个世界只有假恶宠 而是黑白交汇 黑中有白 白中有黑 第十八不是生活不顺 而是你自己实力太弱 一切的根源 一切的遭遇和问题 首先要先反问自己是为什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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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